今天是周二了 我们去看一个朋友 他坐在一个云车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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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车营地 看钓鱼 在路上随便给大家摆担一下 最近那个房市最近那个市场 我只谈市场的一个 情况 决策 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们随时在参与这个市场 那么对这个市场的一个 感受感觉和现状给大家 提供一个决策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次 房价的四月份二手房见顶 因为我们在三月份四月份 我们那个时候有 上面卖了好像两三个房子出去 中文买家的一个 sader的一个代理 到四月份 还很好卖 而且能卖到一个理想的价格 因为价格 bayer去加把价格拉起来的 不是sader 想卖多少钱 sader没有那个本事 这个价格一定是市场 来决定 然后是靠bayer去抢 然后把个房子加起来 卖出一个高价 美国房价就是要不断攀升的 那么四月份尖顶过后 到五月份就风云极下 我们五月份 如许有带立了四个房子 后面都没有 四个房子 有一个房子是 当时 当时比市场价 降了 同一个社区当时是98万 而我们那个房子 当时96万上市的 但是没人出价 最后跌了92万 这到88万才成交 因为这个sader想 帮他出手 当然他买成60多万 他也赚了20多万 短短也就大概四年左右 有五年时间 其他人都扯下来了 这是当时这个市场情况 非常深刻 记忆非常清楚的 那么四月份过后 二手房价就一直就 除一个下跌 到九月份 到目前那个情况啊 我看那个市场 本身现在是一个 季节性的一个淡季 应该是交易很轻烂的 但是最近我在观察这个市场啊 就是好像有一些变化 像我们家附近 出了一个176万的房子 五方四位3500尺 这个房子在2020年前 是2019年底的时候 我帮曾经一个兄长 同样的房子的一个格局啊 给他买了一个 当时买成110万 后面他是在2022年 出160万就卖掉了 因为他就在我家附近 又买了个新房 买成是160万 现在涨了3倍万了 那么这个行情 现在他2022年初啊 当时我们认为卖到一个高价 因为2022年下半年就 开始一个大的一个深度调整 调整到2023年 2月份又开始上涨 涨了这波行情 这个房子高峰的时候 是去到190万美金 那么最近我们家附近 出来的那个房子 它的开价是176万 我以为他卖不掉这个价格 两个礼拜 这房子我大家可以看 我们有视频 两个礼拜过后 今天我去看这个房子 已经下市了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176万 把它成交了 那么他比现在市场的 评估这个最高的价格是190万 大概是8%的样子 这是现在第一个市场 那么还有其他的 最近我们有很多那个二手房啊 我看了一下 那个成交是完成了一个交易吧 就说这个是以往的淡季啊 很少的这种情况 不多这种情况 因为我随时在观察市场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客人 也是在要求要最近最近要去买入一些房子 那么我希望我的客人不要去买到一个高位了 这样就说这对一个经纪人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不好不好的一个记录 至少是因为我不喜欢去从用客人去买去家去抢 你看我们家附近最近还有一个一个120万的那个房子 我因为他能够跌到个115万左右 但是也卖掉了 那个房子还有三景 如果看我们观众我们视频的话 这朋友就知道那个房子是私房2.5位 1800尺有三景的 那房子实际上格局也是非常不错的 1987年 1988年的一个房子也卖掉了 那么我给大家说那些市场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做事情 我们无法不能去想象去买 我们想怎么 市场的情况目前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个人判断 这是那个可能市场整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也是 那么当前的美国经济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进入一个萧条 接下来在2025年我们可能面临一些 经济的一个大的一个动荡 包括股市这款 你特别是像巴菲铁现在它持有大量的现金 巴菲铁每次持有大量的现金的时候 那个金融市场就会发生巨大的一个动荡 那么当资本金融市场发生动荡 美国那个 它和那个房市走势有一些正相关 有些时候它也不一致 那么我们要来看的是就是说美国那个房市 未来的一个情况是啥 我们要去结合我们的一个情况 来做出一个判断 那么 目前的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 最近淡季市场反而 比七八万六七万更热落了 当然价格是有时候肥落的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真实的一个市场情况 但是也有个别的方面啊 我看了一下开价已经超出了一个新高在开价 但是我这关于这个成交这款我在观察我还没有 没有发现就是说就是超出那个历史新高 它的一个成交情况 目前我还没有观察到这款 我目前观察到的成交的都是在高点 有个百分之八到十的一个肥落 这些价格房源产生了一个交易 完成了交易 另外就是一个新房 因为我们现在只推荐两个新盘 在门尼菲温泉斯特附近有一个新盘 另外一个在那个胜利谷有一个新盘 因为这两个新盘都是我们反复比较过后 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两个区域的新盘都比较过后 我们找到那个新盘 胜利谷现在是已经是卖完了 它的销售预期远远大于我的一个判断 那么因为从4月后美国那个新房啊 就是我们观察这些还是处于一个销售火 那么近期的每个媒体爆出来的一个情况 就是新房销售比20万火爆 实际上我们感受的也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一个关于那个新房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问我 这个现在要不要下手 坦白说我的观点一致就是你要去买到高点 买到低点 你卖到卖到卖到高点 买到低点那都是碰到的 所以还是一个顺其自然 你看你的资金的一个准备情况 根据你的资金你的一个承担能力 我觉得你资金到位了你就不要去等了 因为再次这个走势啊 就说二所房下跌的时候 新房没有同步下跌 而在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 整个房产市场是全面的一起在下跌 但是再次二所房再下跌 而美国的新房从4月到现在是没有下跌的 这是一个分发的一个走势 这是整个市场的我们参与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那么现在也说明年整个房价的一个走势 这个权威的几个比如说像这儿了 它是目前美国那个房产网站最大的 他今后会成为房产 美国房产交易网站的一个龙头 那么他的一个苹果是明年这房价 可能还会涨个BNC6.5 那么这个东西对未来的判断 谁敢说自己BNC白争求 我认为他就是在那儿吹牛逼 知道吧 那么一巴菲铁大量的持有一个现金 那么明年在资本上会发生剧烈的一个动荡 那个什么时候发生动荡 发生动荡是必然的 因为美国那个资本市场就是 五年左右十年五到十年之间一定会有大的一个剧烈的波动 那么这个波动就是每一次底部都是一次 下一次财富的一个机会 那么说这个房地产或者金融资本市场 他的投资他的方式还是不一样 房地产这块的 因为他的波幅也就百分之 这次我个人判断就在百分之十到二十 那么金融市场 他的波动可能达到本子五十六十 甚至有些达到本子八九十过股甚至九十几 这个就是一般人无法去承受的 说到整个那个市场的一个情况现在就是这样 那么大家问我现在房子买不买 那么你的资金准备好了 你资金到位了 我认为有优质的房源 你就去下手 如果没有优质的你就等待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这是一个 二个就是当前的市场的一个情况 房产市场的一个情况 目前啊 我认为是在通过我的感受是在又在比前几个月啊 留七八这几个月可能更活跃一些一样 这是当前这个市场的一个 房产市场情况的一个变化 给大家决策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谢谢大家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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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给大家替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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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